啊不行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胖一邊 哈囉我是向陽 我們今天要來試的是Zinger的Pickup 讓Zinger從以前相形的形態 現在多了一個出油也可以 或是你工作上也更好用的一個設計 好那因為我們今天的試駕時間其實只有一天我們有點趕 所以這次的整個試駕的介紹呢 我們就完完全全在車上來跟大家介紹了 那我們先看外觀 從外型來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它的那個車頭比較長 怎麼講如果是以雙人的商用車啦 雙座商用車來講大家通常都會先想到就是 德利卡短車頭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長車頭 這是它的第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它的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地方啦 就是它之前不是做了一次小改嗎 Zinger做的小改 對沒錯 然後所以它整個的車頭頭燈的造型 就變成了雙層式 好那看到後面 它的貨斗的長度 OK 是1米多少 1米7 對1703這樣子 對那實際我們剛剛試著要裝東西的時候 我們有實際丈量一下 發現它其實可用的空間 不是只有到164.5mm左右 所以呢其實雖然說軸距相對的比這些 我們熟悉的pick up來講 來的小 車長也小很多 對 可是它卻可以其實 有機會放上一台150的沙灘車 對我們差一點點啦 其實就差一點點 我們實際試裝一台上去就差一點點 對真的就是差一點點 對 所以如果說這個貨斗可以再長一點的話 嗯我覺得它的實用性會更好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台車上面其實有個蓋子 對 它是選配的 對 那它的操作方式其實也蠻簡單的啦 它就是把那個蓋子蓋下來以後呢 它前後四個固定扣 你把它扣上去它就可以了 對 不過那個板子說真的有點重 沒辦法啦 但是據原廠是說 就是它在遮封閉雨的能力 是還不錯的 雖然說還是有可能會漏水 會漏水 就是下大雨 雨大一點 雨勢大一點 但是它的基本的防水是夠的 還是OK的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買了這個車池的話 這個後抖的這個蓋子一定要選 好那我們再來看到就是 車子的側邊的話就是輪圈 輪圈配置其實有兩個版本嘛 因為這個車子有兩個車型 入門呢我知道是15吋的鐵圈 然後我們今天這個是頂規 所以它是到了 17吋吧 對 17吋的 而且是鋁圈 對 所以這也是在這個規格版本上的一些差異 對 那我們再來看到那一裝 那一裝 非常的商用車 哈哈 就不用多想太多這樣子 對 所有東西都是直覺的 全部都是用轉的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它的儀表 中間顯示的那個顯示幕 對 是繁體中的 而且顯示項目也還滿多項的 對 然後甚至連胎壓的部分都有 所以這個 雖然說現在的車型來講 已經這個是基本配置了 但是你可以在這邊看得到 所以還不錯 對 它不是還有那個倒車 就是倒車可以顯示後 對 這個也是滿重要的 對於貨車來講 可是在規配表上面 大家其實可以注意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入門版 它不是標配 它要選配 對 可是在頂規版本它就是標配 就是標配 所以它是頂規的配 沒錯 而且你在倒車的時候 如果真的太靠近障礙物的時候 它會顯示 它會顯示在儀表上面 而且是距離 那個障礙物離車子的距離 對 這一點還不錯 左右側的數據都可以顯示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 因為要去還車了 我們要開一段高速公路 趁現在我們再講一下動力 它是2.4升的引擎 對 就是ZINGER那一顆嘛 對 一樣 然後搭配的是五速自排 它的最大馬力有136匹 對 扭力有 21公斤米 對 然後它平均油耗的話 大概在10 對 10左右 1公升跑10公里左右 對 所以 表現算還OK 因為是商用車 那它有ECO鍵 按下去的話 它的油耗表現會在 可能會再好一點 不知道 對 開起來感覺好 因為它是五速自排 那 我認為它的磁筆就會設定 讓 就是在常用的速域上 其實 加速力就可以很 比較順暢的輸出 我會感覺到它沒有力 對 對 其實 反應算很快的 因為自排的關係 所以讓它不會 就是假如說今天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它是CVD的話 那可能我們踩下去 對 就 慢慢慢慢 對 那在操控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是 我們前面講的 它是乘用車 為基礎 對 所以其實它開起來 不會像貨車 對 的那種感受對不對 對 所以相較之間它開起來 好像比較靈敏 轉向靈活 對 轉向靈活 那舒適性的表現 我覺得它煞車太板位置 有點 太偏向 駕駛者的位置 對 就是開靠近這樣 所以 那你就在取坐姿的感覺 就是 你會覺得 比較接近 對 上用車 它的駕駛感受 對 那不過因為它 這台車 有個特色就是它的 那個 後懸吊是多連桿 對 所以 相較於使用葉片彈簧的 那些皮卡來講 對 這個 舒適度會比較好一些 對 比較不會那麼晃 對 就是 上下的那個 而且那種余震感 就是經過 經過坑洞 壓下去之後 再上去那種 反覆的上下 回彈那種感覺 就 比較不會有 好那我們講完了這些 最後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台車子 OK 以市場定位來說的話 它就是 沒有要去打那個 就是 我們熟悉的Pickup Amok 對 沒有去打那些 打那些沒有用 因為那個價格差太多了 然後它的質感 或什麼的 其實真的都 不是那個級距 最主要它沒有失去 對 沒有失去 又不能載人 載兩個 對 所以完全不同的東西 沒錯 所以它最主要的客群 就是針對 過去買瑞絲 就是 還有買他們之前 Freecar的Pickup 對 就是很早期那些車子的 消費者 讓他們有一個 升級的空間 換還有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別的選項 對 而且是跟得上 時代的選項 沒錯 換來安全 對 因為巡機系統 是比較現代的科技 都放上去了 這幾年的科技 沒錯 沒錯 所以如果是過去買這些車子的車主們 就是這一台Zinger Pickup出來的時候 算起來 你可以說是福音 就是你有一個新的選項 你可以去 不用再開著你的舊的這些車款 然後要換也就是繼續再換同一台 對 買另外的同一台 使用的慣性 使用的習慣 會比較快熟悉一樣的這樣的車子 而且 其實講實在這台車 它的置物空間也很多 我們光前面就 它明明就兩個位置而已 它有六個杯架 對 好那它另外就是它的後面的這個 我們的座位後面其實有一些置物空間 對 它的置物空間大概就是 登機箱 就是大概塞進一個登機箱 或一個背包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左右兩邊各一個 對對對 然後椅背的話 因為它可以調整嘛 所以你可以 去給它 有比較多的空間運用 所以其實後面其實是有置物空間的 如果真的你要載到很大的行李的話 那就放貨斗吧 對 大概就是只能放那裡了 你也沒地方放了 大行李箱應該都 在後面都非常燒腦筋 對對對 就是你放在你的座位後面的話 除非你可以接受你就是 你整個人被往前頂了 對 擠在前面了 你把空間讓給你的行李箱了 對對對 不然的話就是放後面就好了 對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試的這台車呢 它就是一個商務車取向 但是又兼具一些 旅行乘用車 對 用途的車款 那因為推出來這個PickUp的話 因為它本來Zinger還在嘛 原本的箱型的Zinger還在 所以在消費者你在選車的時候呢 你就多了一個選擇 就是讓你多了一個選擇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車型 然後換來更好的載務空間 對 那或者是呢 你需要那麼多載人 那就是買 相型的 相型的 對 你就只能買那個了 你也沒別的選擇 或是你就只能買其他的 那種車款 在售價的部分的話 它大概就是 61跟65吧 對 對不對 我記得是61跟65 所以 在補助之後 你甚至還可以 好像就換新以後 他們來說 扣5萬嘛 扣5萬 所以五十幾萬就有了耶 所以這個 各位陶家們啊 你們如果還是在開 舊的 瑞斯 舊的FreeCar PickUp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 玩這個了 好我們今天的試駕就到這裡了 如果對於這個Zinger PickUp 還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你有一些問題 想要問我們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沒錯 對 那今天的試駕就到這裡 我是龐一邊 我是向陽 好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